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为猪嘴式 小猪嘴式和大猪嘴式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有这个基本情况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盘上这个猪嘴式 这个猪嘴式呢就是看着白旗这个样子 这个涉及到一个脚上的基本死活问题 就是脚上应该怎么补旗 现在轮到黑旗走 黑旗在这有手段了 当初白旗补旗补的不对 哪招旗补的不对呢 就是这招旗补的不对 补成了猪嘴式 这个旗像这样的旗行 正招应该是补在这的 黑旗点 白旗挡 黑旗斑 白旗赤 一点问题都没有 白旗静火 这样的旗行如果补错了 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补在这 小区力导 黑旗一斑 一虎 一点眼 这回变成静死了 补在这也是错旗 黑旗点在这 次序巧妙 白旗只好挡住 黑旗再往立扳 白旗不能后退 如果后退的话 往立一尝 眼位呢就破掉 只好挡住 但是挡住的问题是黑旗叫吃 白旗提也好不提也好 下一步黑旗都要站在这 这样呢 局部又被杀死了 所以这样的骑行 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只有这一招是正招 除了这一招之外 在脚上其他的地方走 都骑行不对 走这个的话 要遭到这里一点 一走一搬 走这个直接就被搬死了 立这个的话 直接就被夹死了 如果你小肩倒虎这个的话 这一点 你也活不成 你走这个时候 他走这个 你坐眼的时候 他接上 这个眼坐不起来 就被净杀了 所以关于这种的骑行 这是一个基本功问题 补齐 只有一招能补在这 下面我们来看 补齐补在这 补错了 这个就变成了猪嘴式了 这个骑行轮到黑骑走 有什么杀法没有 如果黑骑搬这个 这个白骑最高兴不过了 脚里居然他还做出四目骑活了 这个黑骑大亏 黑骑走这个 直接明目张胆地去破眼进攻 这招骑也不能成立 白骑搬 黑骑在脚里破眼的时候 白骑把这个眼做好 这个骑也就杀不成了 所以这个骑呢 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要去看看怎么杀骑 这么搬也不行 这么搬 白骑不是弯 弯的话你还有一个追进去 白骑坐眼你还有一个扑的机会 还有打结杀他的可能 你搬的时候 正招他是挡住的 从这叫吃 没有意义的 白骑提掉 下一步骑 你如果搬这个 他这么坐眼活 你如果挡这个 他坐眼坐在这 也是活的 所以这个搬也没用 搬被人家一挡 如果接上那就更不用谈了 那说了半天 这道理有什么棋呢 这个就判断 第一感这招就是不错 黑骑一定有办法 冲击这个棋的弱点 手筋在哪 点进去 这个是破猪嘴式的 这个要招 也是局部手筋 白骑如果挡下去 黑骑反冲 这个反冲是先手 白骑来不及坐眼 坐眼 这个地方要被断吃了 当然也 沾上也没有路了 沾上黑骑把这个眼一破 这个骑也被杀死 所以这个地方一点 是致命的一招 因为黑骑走这个 白骑走这个 黑骑搬这个 白骑也挡这个 都杀不掉 所以先抢你的要点 白骑不敢挡下去 怕这个先手冲 这个骑呢 又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他还是冲 冲了以后再度过 你这也是镜死 所以白骑只好 跳有弹性的走 但这样一来呢 这两个交换完了 白骑脚里的坐候空间就小了 黑骑连回去 白骑只好坐在这 局部 黑骑官司已经便宜了 这还留着一个可怕的铺接手段 这个铺接手段 还是黑骑主动 黑骑想什么时候铺就什么时候铺 所以这个骑 猪嘴式的正确解答 黑骑是在一路上透点 逼着白骑坐眼 黑骑连回去 结果呢 应该是打劫杀 介绍完了猪嘴式的第一式 这个现在我们来看猪嘴式第二式 小猪嘴式 小猪嘴式也是常见的死活 我们来看看小猪嘴式什么结果 请开棋盘 盘面上这个白骑在这里带拐蚌的一个虎口 这个就是小猪嘴式 现在轮到黑骑走 问黑骑有没有办法杀这个白骑 小猪嘴式是怎么走出来了 往往是这样的 这个在无油脚脱无油脚变化里边 经常能走出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要注意 无油脚变化 这样的骑形是静活 这个拐一下 看着好像先手便宜了两步骑 但是是恶手 这招骑撞紧了白骑 这样的骑是静活 这一拐之后啊 黑骑对脚上就有手段 我们来看这脚上有什么骑 黑骑首先这个扳 这个肯定不行 你这个扳人家退回去 你什么也没得到 白白的帮对方补活了 黑骑在里边破眼也不行 白骑扳 下一步骑 你如果走这个 脚里有眼火骑了 你如果破脚里眼 白骑挡下去 这边又可以活 所以从脚里破眼 这个靠也不行 如果从这边立怎么样 立的时候 白骑要会走一招骑 就是要会走这个小肩 这招小肩是妙手 接下来 接下来黑骑如果搬这个 白骑 缩进去 这个就变成了静活 黑骑如果扑也没有用 扑的时候他就提 你在叫吃的时候 白骑不接了 这已经脚里确保一只眼了 他补到这边去 这样呢 白骑又静活了 所以这个立 坏骑 单走这样的骑形 白骑是活骑 黑骑走这个 白骑小肩先手 黑骑走这个 白骑缩回去 白骑是活骑 但是只活了两目骑 实战中被这样的 多拐到一下 如果你还去立 白骑到肩 黑骑扳 白骑活在脚上 白骑尽管还是活了两目骑 但是这招骑被他先手冲到了 这里差了两目 这个黑骑完全没有惩罚到对手 帮白骑 白骑了两目骑 所以这个小猪嘴的骑形 要注意 黑骑这个骑 一定要惩罚这招骑 让这招骑变成恶手 第一招要走哪呢 第一招要点进去 要点在这 下边白骑 没有任何可犹豫的地方 因为不论白骑走在哪 只要被这个一冲 这个肯定就死了 眼位绝对不够 所以白骑也没有的 可犹豫之处 只能补在这 把这弹性做出来 说有了这个交换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我们看出 脚里有一个特点 就是黑骑现在可以立这个 脚里的骑形 这个 黑骑可以利用弹性 来打结杀白骑 白骑如果接这个 这什么也不说了 黑骑在脚里扑进去 这个直接就变成打结杀了 换一种变化 白骑如果扑这个 这个时候呢 黑骑提也可 不提也可 提为什么 你提了以后 他就在这叫吃 这边已经是胀死牛了 你至少吃这个 白骑不能接 还是只好提这个 黑骑提杰 这样呢 变成了打结杀 但是 黑骑立白骑铺的时候 黑骑不提 也可以 同时呢 这个还可以保证先手提杰 他走什么呢 就平稳的在这打 打吃的时候 如果白骑提 黑骑再提过去 这个是打结杀 没有问题 白骑如果接这个 黑骑提起来 也是打结杀 白骑没有办法 在这里去叫吃了 这样呢 局部正解 是打结 我们要看看这个骑行 小猪嘴为什么说 拐了一个是恶手 当初是这样的骑行 白骑活得很干净的 无缘无故去交换了这个以后 撞了一气 如果不撞这气怎么样 不撞这气 白了脚 我们说是净活 为什么说是净活呢 就是你点 白骑挡住 黑心力倒 这都是最强的攻击啊 白骑不能接这个 接这一扑就打结杀了 但是白骑现在可以扑这个 黑骑在破眼进攻的时候 白骑不是提这个 提这个这一提起来 又变成打结了 但是呢 他不去提 白骑现在 黑骑叫吃的时候 白骑可以接这个 这个时候就看出差别了 这个一气是完全撞气的 如果有这两个撞气 轮到黑骑走一提携 局部 这就变成打结杀了 实战中没有这个 这两个他不交换 不去探这两步骑 黑骑就没法提这个 黑骑即使提了这个 白骑从外边叫吃 是胀死牛 这个呢 也是净活 黑骑这地方进入点了 已经不能再下了 所以这样的骑行 是活骑 净活之行 撞了一个 这就变成了小猪嘴 这个就是打结火 还有一点 我们要注意 同样类似的骑行 完全会导出不一样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骑行 看着好像 这不也是小猪嘴吗 诶 但是这小猪嘴 他往这边稍微长了一点点 小猪嘴的变成 这个多伸了一嘴 这马上里边死活就不一样了 黑骑如果接这个 白骑还是走这个 黑骑扑 白骑提 黑骑叫吃的时候 白骑做这个眼 白骑净活了 所以这个接 他走这个的时候好气 你搬这个也没有用的 他做这个 这个时候多一个有什么用 很有趣的 就是这多一个子的变化的时候 他猪嘴延长一部分 你再点的时候 他可以进行防御了 还是走这个 把眼护住 黑骑 还是只好从这里边紧气 白骑不接 这是正确的 一接一扑进去 这一会打结了 白骑现在扑这个 黑骑叫吃 这个时候 局面有差异了 白骑不去接这个 白骑接这个 黑骑提起来 这个变成正宗打结了 但是这儿要注意 这个多一个嘴啊 他嘴长了一点 小猪嘴就变成静活了 他就变成了 打而还一之戏 白骑可以提到这儿去 说黑骑这个不打吃也没有用 先提也没有用 先提白骑叫吃在这儿 你去打吃的时候 他还是提在这儿 这地方最多不过是个打而还一 与死活骑无关 于是这样的骑行 白骑诱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 对于局部的死活骑行 要分得非常清楚 现在这个骑行 是标准的小猪嘴骑行 黑骑一点 白骑挡住 黑骑一粒 局部是打结杀 如果小猪嘴稍微长了一点点 冲到一下 这个是打而还一 这个里边的骑行 就变成了静活 同时这边这时候如果不管 就算是这边这个样子 也是静活 所以我们对于小猪嘴 一定要分清 小猪嘴的嘴 只能是一个子 不能是两个子 如果是两个子的小猪嘴 那就要变成静活的骑行 这一点在实战中 我们必须区分清楚 下面呢 我们来看猪嘴试的第三种变化 大猪嘴试 这个早在元代的《学学奇经》里边 我们的祖先 已经把这些基础死活 分门别类 摆得很清楚了 后人在实战中 只要参照执行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看大猪嘴试 是怎么个变化 请看棋盘 现在脚上也是出现了白棋的死活问题 这个呢 就是大猪嘴试 大猪嘴试要注意 讲究叫斑点死 这个棋不能直接去他的眼 假如往脚里夹 白棋斑 黑棋长 白棋接上 这样呢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叫吃 这个就活了 如果黑棋硬要去破这只眼 这是一种错觉 白棋立下扩张眼位 黑棋以为这样 也可以做成刀半舞 但是这是错觉 这个实际上 这局部是一个双活 将来黑棋立倒 白棋接上之后 这地方 这个黑棋可以接 但是 这两个 无论如何不能走 这样黑棋呢 攻击作战失败 这样的棋行 也不能先搬这个 先搬这边 也是错误的 白棋挡住 这马上这个就 没法杀了 这个地方出来了弹性 黑棋如果点这个的 这个地方 这个已经很麻烦了 白棋有各种各样的走法 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黑棋正好搬 白棋挡住硬打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挡上就完了 黑棋如果硬爬 要在这破眼 白棋提起来 这个也很麻烦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接住 下一步棋 如果你去不让他出头 你走这个 白棋把这个一提 局部就出现了 双活的棋行 这个地方两个黑棋都不能走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要从这里搬起来 这一搬起来 说实话 要想杀这个 也是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你这个地方压的时候 他就可以往外退 你在跳的时候 他往外冲 你说挡不挡 如果一挡 他一爬就火了 不挡退 这一冲出去 黑棋自己防线全不对了 所以这里边 有这种复杂的变化 黑棋呢 在这个时候要注意 也不能先搬这边 先搬这边 被挡住 再点的时候 这里边 我们说的很明确的是有变化的 就算他走这边 已经 你要破这个眼的时候 已经很累了 而且还有可能这种变化 这个也是很麻痹的 你如果走这个破眼的时候 他又走这个 这种棋 你如果接上 这个 他把这个一接 这个双活又出现了 你现在接这个都没用了 接这个他再接这个 也是双活 说如果你断进去吧 这你不是不入气吗 这不是一经济独立吗 但是白棋提过去 这边又要出现别的变化 你在这边什么接的时候 白棋从这搬出来 这个又啰嗦了 所以这个棋呢 有白棋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的可能 黑棋这个先搬不是好棋 先搬被白棋一挡 你再点这个就完了 你如果现在来搬也完了 现在来搬 白棋如果虎这个 你再一点 这个是把他给杀了 问题是 他现在可以不虎这个 他现在虎到这儿去 意外的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活个小脚 你再叫吃这两个没用了 白棋打到这儿去 你点不到这儿 你点到这儿的白一接 你这个子回不去 反倒变成静火 所以这个棋形要注意 黑棋这个棋形 正规棋形要先搬 搬这边 这个是局部的正解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当然挡不住了 挡住直接叫吃了 黑棋如果接住 黑棋一夹 这个可以净杀这个白角 白棋搬住 黑棋立倒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破眼进攻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这儿破眼 这里边无论如何 做不成双活 将来黑棋走一个 再走一个 这就变成刀半舞 这个是白棋 是尽死之形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如果虎这个 这个就变成刀半舞的正形了 什么叫正形呢 就是教科书上的棋形 教科书上为了省事 往往把这个棋形 就局限在这个脚步 问现在有了这个交换之后 轮到黑棋走 局部死活结果如何 这个时候 这个很多朋友学棋的时候 老师就教了 大猪嘴 搬点死 这个是 格言 什么叫搬点死呢 就是这个时候要搬 白棋只好挡住 黑棋再点 这个点是要命的 不能点在这 点在这是错误的 被白棋一沾 脚上一只眼 这边一只眼 立刻就活了 这个也不能去打吃 打吃白棋提在外边 黑棋走这个时候 白棋可以在这抵抗了 白棋又变成静活了 你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又可以走这个 现在沾也没用了 沾的话白棋沾在这 终归 这个棋你都杀不死了 所以像这样的棋形 先搬 妙手 白棋只好挡 黑棋再点 现在再提也没有用了 你再提掉 他就补在外边 你也不行 因为这一点 已经点中了 这边的要害 白棋将来怎么做眼呢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接住 这是杀棋的正招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一扑 这个眼做不成了 你这个地方放不进去 没有这个眼 白脚就死了 黑棋接这个的时候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叫吃 白棋接上 黑棋送成三个 这个白脚也不货 这就是斑点死啊 这条棋点在对方的要害上 点的时候 白棋如果走这个 也没有用处 黑棋呢 接在这边 白棋还是活不成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叫吃进去 这个眼味没了 白棋接这个 黑棋也是这么破眼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 这个扑进去破眼 还是利用脚里 这个紫 让你这个地方的 眼味 做不成 当然这个实战中的死活呢 和这个 摆着教科书的死活 不一样 教科书的死活 就是摆成这个样子 看着很清楚的 一搬 一走 一点 把他杀死了 现在呢 实战中 往往可能出现这样的骑行 你搬的时候 白棋不虎 这个是要紧的 一虎的时候 这边就要出事了 所以白棋要搬这个 这是局部 最为顽强的抵抗手段 作为要杀大猪嘴 不光要会杀 还要知道白棋 要怎么抵抗 白棋这个是最凶的 走这个就束手带琴了 被一搬一走 一点点死了 他先搬一下 这里边藏着什么东西呢 就是藏着 如果黑棋在这 硬一下 白棋再火 现在大猪嘴不一样 大猪嘴边上带一个 搬的时候 我们说 这个是教科书的活气 就这一招之差 你已经杀不了他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跳在这 这个是形式要点 黑棋叫吃 白棋接住 这地方确保两眼活气 点也没有用 点可以接在这 所以如果先点 这个棋呢 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地方呢 太大了 白棋走在这 黑棋再接 白棋叫吃 黑棋尽管可以铺掉这个眼 但是白棋提在这的时候 脚里出现了第二只眼 黑棋提这个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接住 这样白棋又火了 所以这个棋形 先点也没有用 先点他走在这去 先点走在这去了 你现在在铺 你现在在铺 也没有用处了 他就吃在这 这个盐 你是去不掉的 你提掉 他挡在这 这边这个接也没用了 这样呢 白棋又火了 先点 白棋走在这 黑棋往里送也没有用 往里送他还是从这叫吃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还是把这两个提掉 这边又要做眼了 你铺这个眼的时候 还是把这边这个眼做出来 最后一个变化 也是最经典的一个变化 白棋这多了一路搬着紫的时候 黑棋 如果去铺这个 这个是一种骗招 实战中要注意 不要被他这一铺就迷惑了 随手一提 好了 这一提完了 这等于这招搬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搬 还等于被人搬到了 再这一点 这回没得动了 这回 你现在在坐这个眼的时候 人家一接 你走这个时候 人家也是一接 你反正走不在这 走在这他破眼 你走在这他扑眼 又被还原成半天死的一个棋形 说那这一扑 应该走在哪呢 这个棋 要忍 要往脚里退一下 这招才是好棋 白棋退的时候 黑棋不可能追进来了 追进来的时候 这个已经提掉了 黑棋 再走这个的时候 已经没用了 白棋这又多出一只眼了 所以黑棋往里追着扑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黑棋这个棋 如果接在这 白棋要继续忍耐 这个棋 可别去提这个 提这个被人走在这 突然发现 立刻之间又死掉了 你如果走这个 人家又扑这个 又死了 所以他接这个的时候 千万别提 要保持这脚里一眼 坐眼空间 忍耐 走在这 这样呢 黑棋 没法破脚里这只眼 你就算先手提了以后 白棋也可以挡住 所以作为大猪嘴 这个变化要必须要记住的 一路有子的时候 人家扑的时候 白棋要往脚里弯一下 这样 局部虽然这个子又给他送回去了 但是 确保脚里可以是活棋 这个是教科书的常识 也就是说这个大猪嘴的棋 双方都有最强的手筋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要想办法搬这个 这个是最强抵抗手段 黑棋不能先扑 先扑白棋是提的 但是白棋提完了 黑棋补在外头的时候 白棋不走这个 走这个被这个点杀了 白棋现在你不是多扑一下吗 白棋转到这去 这个角就活了 所以这个先扑没有用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提掉两个 白棋从这里搬上去 这边呢 又出现了新变化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一路硬爬 或者呢 硬从这跳出去 这个也是有 冲的话就挡住 叫吃就接住 这个棋还是很难杀 因为你跳的时候 他就冲 你总要挡住的 什么时候你一挡住 他在底下一拐连爬 黑棋就上头有断点 这想吃这块棋就累 当然这都是题外的话 也就是说 涉及到攻防的时候 要记住这个 大猪嘴这个特点 要注意外边的接应变化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一定要搬这边 这个 黑棋叫吃 是没有用的 叫吃白棋就接住 下一步 黑棋如果补在外面 白棋这一壶 黑棋再点 白棋挡住 黑棋再接 这个没有用 白棋叫吃进去就完了 下边你再铺这个的时候 白棋已经可以把这个提了 因为你这打吃和这个粘交换 多帮这个白棋 多了半只眼味 所以这个就没用 他就活了 点这个时候 他走这个 黑棋往里先送也没有用 先送这已经活了 全是眼了 所以说你接这个时候 吃这个也可 铺这个也可 都是活棋 斑的时候 这个能不能吃到 要看那边的变化 这个完全是另外一个棋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黑棋搬这个的时候 白棋反搬 这个是双方最强的变化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再虎 这就出了一个大猪嘴的 这个顽强的抵抗 黑棋再扑一路的时候 白棋缩进去 这样白棋在局部 又可以做成进火 所以由此可见 围绕着大猪嘴 本身也有很多复杂的变化 格言虽然说是大猪嘴 斑点死 但和外边的情况有关 在外边有接用的情况下 大猪嘴里边还是有 非常复杂的对杀变化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学院齐精彤的民间排局 先属士 这个也很有意思 请看棋盘 这个出现在棋盘上呢 是一个完全对称的格式 左右两边的黑子都一样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能不能想办法 杀死白脚 这个说实话 有点难度 通常情况下 这个一般的认为 这个白棋脚里是应该活的 比如说 黑棋去接这个 白棋叫吃 黑棋叫吃吗 当然白棋提掉 这个 就活得很大了 叫吃的时候 如果现在再点 这个意外的没有作用 白棋如果等这个 黑棋从这一路叫吃 这个倒是把白棋杀死了 白棋提 黑棋退 再叫吃 再退 由于黑棋外边很厚啊 白棋活不成 问题是走不成这样的结果 白棋叫吃的时候 你再来点 为时一晚 白棋不走这个 白棋单把这个提掉 黑棋无论走在哪里 白棋都可以团在这 就算你走在这 白棋团在这 也没有问题 保证这边这只眼 是真眼 这个棋局部就是活的 黑棋作战失败 同样道理 黑棋第一步棋 如果接在这 白棋吃在这边 出现的情况和刚才完全一样 这个也是杀不掉白脚的 Loda没有用的 Loda提掉 等你再退的时候 白棋追一杀 黑棋再退 白棋返回来 他有一个做活的空间 这边一只眼 这边一只眼 黑棋攻击一无所获 所以对于这样的棋形 脚里这个梅花舞啊 非常有弹性的一个棋形 黑棋必须走出 巧妙的手筋才行 怎么走呢 第一步棋 必须点到他脚里去 这招棋 先点 这是妙手 看看白棋怎么硬 白棋这个棋 只好去吃这边这个子 因为什么呢 这个棋不能挡 挡上以后 这招棋就达到了破眼进攻的目的 黑棋 就可以把这个连回去了 连回去以后 白棋对这边 没有招法 刚才是这样的棋形 没这个交换 白棋吃这个 黑棋再点的时候 白棋提到这儿去了 确保这只是真眼 就活了 你再走这个时候 他再补这个 黑棋没招 先点 如果你也在这儿硬 那可是白棋 被便宜了 黑棋现在再接这个 杀棋情况 完全就不一样 白棋如果吃这个 黑棋现在 妙手 一路可以破眼进攻 白棋提起来 黑棋吹回去 白棋再叫吃 再吹 这地方脚里白棋呢 就只剩下一只眼 所以这个棋呢 很有意思 先点在脚里 看你怎么办 白棋现在呢 也不能看着他度过 你这个看着他度过呢 这也有大问题 所以白棋一定要叫吃 扩张眼味 黑棋还是不能沾这个 沾这个被他把这眼味 一拔起来 又是刚才说过了 又是眼 他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现在也不能吃这个 叫吃 白棋提掉 跑 再叫吃 等你退的时候 白棋再吃这个 这坐眼空间就相当的开阔了 黑棋如果从这里叫吃 白棋提起来 这个完全活干净 如果你从这里叫吃 也没有用处 白棋提掉 黑棋再退 白棋再叫吃 黑棋再退 白棋缩眼缩到这儿去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 这儿还有一只眼 这样呢 白棋又活了 所以这个棋型呢 这个白棋的脚上的防御呢 还是很顽强的 黑棋一定要以张妙手 才能出棋 先点进来 白棋叫吃的时候 这个棋 一定要注意 要先送影 这招棋 绝妙 先送的时候 考验白棋应手 看白棋怎么办 白棋这个棋 如果在这儿叫吃 这个棋呢 好处 是这两个子跑不掉了 坏处是自己 在这儿叫吃 撞了一气 黑棋可以从这边 睡上了 白棋之后提掉 黑棋再往里去 这样 白棋提是提了 但是 只有一只眼 再从这里叫吃的时候 黑棋已经可以接了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先手没有用了 黑棋就老实吃这个 提起来是一只假眼 所以这个棋呢 很有意思 白棋叫吃 黑棋再多送一个 绝妙好气 现在白棋这边气劲 他不敢从这儿吃 所以呢 他要变换一下 也不能不走 这个不走 也受不了 不走 人家从这儿接回去了 这边一样没眼 如果去吃这个 我们看看被黑棋接上 是什么结果 白棋就剩下这个 是先手了 黑棋补 白棋正好提这个 这边这个子没有的时候 他是活的 黑棋一搬 白棋一爬 这个眼去不掉 对他就算活了 但是我们看到 这儿有子 提掉的时候 一种杀法 是搬这个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拖进来 硬不给你这只眼 你如果吃了 这一恰眼 就是假眼 这个子就发挥作用 还有一种下法 直接点在这儿 也是一种招法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还可以往后退 这个白棋眼位啊 也做不上 如果走这个 这儿就恰进去 你如果不恰这个 你剥这个 这一般 这边的眼位 也没有 所以这样的棋形 黑棋往里送吃的时候 白棋还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连回去 因为那边已经不够活了 但是又不能打这个 打这个刚才说过了 从这儿一打一连 这边眼位就没了 怎么办 白棋顽强的从这儿打 这个就看着 就很黄眼的招法 黑棋如果接这个 白棋叫吃 这个是活的 你再叫吃 提起来 这个没法杀 这个太宽了 叫吃的时候 你不敢接 如果你去接这个 白棋再提 这个也活了 所以说 这个双方啊 都是勾心斗角 白棋叫吃的时候 黑棋一路立 妙手 白棋从外边打 这是局部 最为顽强的 抵抗手段 黑棋这个时候 又要拿出措施来 这个地方 不能坐视良机 必须要想办法 逃这个 但是直接逃又不行 你直接逃 他一叫吃 你这个没有招 黑棋如果先搬 这个棋 也是苦肉计 白棋当然不能提这个 一提 他从这 全跑过去了 白棋可以叫吃这个 这边的棋 又复杂了 黑棋 如果叫吃这个 白棋提起来 这个棋 黑棋呢 跑这个 这个 是这地方两边都不入棋 这倒是很有趣的棋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很有意思 围绕着这个局部的杀棋 黑棋 白棋 都要走得好才行 黑棋 在这 小间 这招棋也很有意思 这个 就是 抓住了 他的破绽 看看你怎么下 白棋 如果提这个 黑棋 从这 就连回去 连回去之后 我们发现 这地方 又是只有一只眼 小间的时候 白棋 如果挡这个 黑棋 可以把这个接住 白棋 这个里面 不入棋 这个 单从这个地方 太小了 这个也做不活 白棋 如果挡住 黑棋 可以接在这 也利用了 白棋 气紧的弱点 这个地方 又进不了 气了 这个时候 你从这 叫吃的时候 黑棋 可以 low吃 白棋 提掉 黑棋 退回 白棋 再叫吃 黑棋 再退回 这样的 情况 无论白棋 怎么挣扎 都杀不死 黑棋 所以这个棋 是很有意思的 黑棋 在一路 点入 这个是巧妙的 可以想办法 杀死 这个白棋 当然说 这招棋 因为左右 通行 第一招棋 不走这 行不行 其实也是 可以的 走在这 也是一模一样的 白棋 叫吃的时候 关键在于 黑棋 这个力道 这个多送一子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利用这个 白棋 气紧的 这个弱点 你从追杀的时候 在脚里 顽强作业 无论如何 白棋 最终 也活不了 所以这个棋 黑棋 只要手续走得正确 最终 可以净杀白脚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道 悬崖 经重的题目 猛虎投林式 请看棋盘 现在脚里的黑棋 这几个子呢 这个被白棋困进去了 如果直接和这个杀器的话 脚里黑棋是三棋 外边这几个白子呢 是四棋 这个黑棋 走不出好结果 所以黑棋呢 一定要利用 外边白棋的弱点 来进行对杀 弱点只有这个 白棋这个地方 有断点 不清楚 这个棋 如果直接断上去 这个棋 来不及了 白棋 第一个可以接住 黑棋 长出去的时候 白棋在这儿紧气 或者呢 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直接就在这儿紧气 你再去吃这个的时候 再加一刀 把你吃了就完了 所以这样的棋型 对黑棋来说 没什么好处 光吃这个 解决不了这个死活问题 脚里呢 黑棋要想办法去打结 这个是 有可能做到 而且这里边打结的方法呢 好像还不至一种 我们先来看看呢 这个 比较笨的打结方法 挖这个 因为断这个不成立嘛 断人家不理你嘛 所以只好挖 挖他不能不理了 不理我叫吃你了 白棋局部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利也不成利 利这被黑一粘 白棋竟死 白棋只能去吃这个 这个时候 黑棋要小心 不要吓得损随手的叫吃 以为人家提掉 再次做结 怎么扑进去 这个里边小心 出现错觉 因为你这打吃的时候啊 人家可能不在这提了 人家要注意 这地方有可能立得 这个一立之下 脚里黑棋弹性尽失 再也没法宽气了 这儿去打吃 都没有用 外边吃多少都没有用 脚里这边地方 这个三棋 没办法和四 这儿的四棋对杀 这个地方也宽不出气了 黑棋 这个马上就作战失败了 所以说下棋千万棋随手 随手一叫吃 被人一立 马上就没齐下 说这个要怎么办呢 叫敌之要点 即我之要点 不能让他抢走 要从这儿叫吃 这个就逼着白棋 非提不可了 白棋提起来 黑棋如果做这个 这个白棋可以做这个结 续演进攻 黑棋在叫吃 白棋在提结 这个是一种打结办法 但是我们说这个打结呢 白棋先手提过来 这个黑棋不舒服 这个结打得不舒服 所以这个棋呢 还要注意 挖进去叫吃 从一路上打 白棋提掉 黑棋要下狠的 从后面追上 这个才是最狠的打结方法 白棋也正好提掉 黑棋再打 反正这样的棋型 白棋肯定不会接这个 因为白棋接这个 黑棋把这个一走 局部就没变化 这个白棋这边这个就干死掉了 所以白棋一定要在这开结 这样黑棋提起来 打这个结 黑棋这边是先手提结 所以这个实际上还有差别 但是即使走成了这样的结果 黑棋已经先打了 再提 局部也还有变 就是说白棋还有可能就地给你解决 打吧 看谁厉害 黑棋反正脚力也不能沾 只能去开这个 但是被白棋这一提 总体上看 又变成了白棋先手提结 这个 这是黑棋对黑棋很不利的地方 所以黑棋要想办法避免这种打结 尽管这也是打结 但是我们说这不是最好的打结办法 如果你挖这个白棋叫吃 黑棋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这个打对了也没用 也是打结 但是我们说这样的打结方法 老师还不能给你满分 因为这个白棋还有接下去再接 再先手提结六亲不认的可能 还有 黑棋还要追求更好的打结办法 于是我们再寻找这道题的正解 黑棋在这个棋形 本身要去自己宽气 这是很不明智的下方 白棋肯定是点眼 黑棋在挖 白棋还是叫吃 黑棋不能从这打 从这打这个力又要复活了 刚才说过了只能从这打 这样白棋提掉 黑棋叫吃 白棋在沾这个之前还能先手提一下 这一黑棋很不舒服 这还不如刚才呢 刚才好歹已经把白棋打成饼了 现在直接就被人家提了 至少结财又差一个 所以说这样的棋形 黑棋自己缩回来做结 这种下方是不能考虑的 这错棋 俗手 这个棋呢 又不能自己去立 立的时候 如果白棋点这个 这倒好办了 黑棋一挖 白棋一吃 黑棋一叫吃 整个就是一气吃了 你再提再追杀 跑不掉 问题是 你立这个的时候 白棋肯定不会在里边紧气的 在里边紧气 等于浪费半手棋 它肯定是要贴在外边紧气的 紧气是一定要紧的 否则不紧气的话 走在外边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黑棋起步白宽一气吗 但是白棋 顶在这儿 很厉害 黑棋再什么挖都来不及了 挖就吃这个 没有用 断这个是理都不理 直接去脚里紧气就完了 这样黑棋要差一气被杀 所以黑棋在脚里自己走这个 或者走这个 都是不行的 走这个更没用了 白棋点进去 这边这袜都没有了 现在你袜的时候 已经出各种各样的变化了 你知道接在这儿去了 这已经没用了 接在这儿一气吃了 接这个也行了 所以黑棋不能脚上自己走 必须以功为首 刚才说了 这个打劫不已经出劫了吗 不是最好的打劫办法 下棋要追求尽善尽美 黑棋第一招手筋 是搬在这儿 妙手 这个才是局部最佳的对杀手筋 说白棋如果接上是怎么回事 这边不没对杀了吗 戏锦的弱点没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招棋起到了重要的宽气作用 下边黑棋不是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走这个 黑棋去紧气 白棋叫吃 局部还是紧气节 这个黑棋还不算成功 这个一路搬 要能宽到一口气 脚里关键是 黑棋有第二个妙手跟在那儿 第一个搬 白棋如果沾在这儿 黑棋第二步妙手就出手了 看着像鱼形很笨的招 但是这招棋意外的可以帮脚上黑棋 多宽出一口气 这可是要命的 白棋现在非点眼不可 没地去 好 这个有这一路搬跟没这一路搬 天地之差了 没这一路搬 你走这个人一点 你紧气 人家一紧气 眼睁睁看着黑棋差一气 现在有一个班 交换放在这儿 走这个 白棋再点眼的时候 黑棋锦气 白棋锦气 黑棋锦气 意外的我们看到 由于借这个子的力量 局部出现了金鸡独立的气形 白棋这里和这里都是送吃 都不能把黑棋一气干掉 这样呢 黑棋反倒快一气取胜 这个呢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一路搬的庙的地方 这个一路搬 等于是一个逼招 逼着白棋表态 不能宽气 你一宽气的话 那边节没有了 但是黑棋这招庙就出来 黑棋脚里就不是三气了 实际上变成四气了 这招四气对四气 这个也是四气 这个也是四气 黑棋先动手 黑棋杀白棋 所以回过头来 黑棋在一路搬的时候 白棋没办法屈服 这不能不理 不能在这松气了 这也来不及了 走这什么都来不及了 你走这人家直接叫吃了 所以白棋只好在这打 这样我们看到了 黑棋用不着 像早先这样挖一个去铺一个 等于这个时候铺一个 这不是给自个找损吗 而且打结的情况 也不一样了 铺一个完全没有好处 也不应该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 破眼进攻 黑棋去叫吃的时候 白棋顺手提结了 将来这个棋接还是先手 这个地方要插两个杰材 所以这样的棋 黑棋第一个班 妙手 逼着白棋在这撞气 下一步棋 黑棋不往后退 也是妙手 接这个没有用的 接这个为白棋接上 你这还是三气 人家还是四气 所以这个棋要追杀到底 叫吃 白棋不能提 提起来这一叫吃 白棋变成被一气吃了 白棋只能接在这 黑棋再叫杀 这都是紧凑的招法 白棋只好再提 黑棋再叫吃 这样 逼着白棋 只好在脚上破眼进攻 黑棋先手提结 一手提就可以把白棋打爆 这个才是局部 双方最强的变化 今天的节目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